给狗狗洗澡的七大误区,虫主们一定要知道。 一,一旦脏了就给狗狗洗澡,没到洗澡时间,或者刚洗过澡没多久,狗狗的毛发脏了,能擦拭干净的,就没必要给狗狗洗澡,更不能有一点点脏,就直接给它洗澡。 二,体外有虫就每天洗澡,天天给狗狗洗澡,并不能把虫子全部清洗掉,反而会伤害狗狗皮肤保护层,主人可以在家给狗狗进行药语,也可以买点蛆虫的喷剂。 三,乱用清洁用品,不管是清洁剂,洗手液还是人用的香皂,沐浴露等都不能给狗狗洗澡,次数洗多了,会刺激和伤害狗狗的皮肤,容易引起皮肤病。 四,洗澡不讲究顺序,先给狗狗梳毛,把毛节梳理开,再打湿毛发,打湿毛发顺序,爪子,腿,身体,尾巴,头部。 五,没冲洗干净,使用沐浴露后,随便冲洗一下,没冲洗干净,导致还有沐浴露残留在毛发上和皮肤上,时间久了,容易让狗狗有皮肤问题。 六,不及时擦干和吹干毛发,及时擦干和吹干,避免潮湿的皮肤环境滋生细菌和真菌,也预防狗狗到处乱跑,让这个早白洗了。 七,特殊情况不避开,不能洗澡的特殊情况有,刚出生没多久,刚到新家新环境,刚打完疫苗和驱虫,刚生完狗仔,生病,大病出狱,刚吃饱和刚运动完。 你了解了吗? 继续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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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